据英国《每日邮报》4月5日报道, 举世闻名的俄罗斯通古斯大爆炸, 已经过去了111年, 至今仍是未解之谜, 而就在上个月中旬, 俄罗斯通古斯河流域地区, 再次发生罕见天文现象, 一颗巨大的流星划破夜空, 在距离通古斯大爆炸几百英里远的地方坠落, 当地居民将这次流星坠落, 比作是第二次通古斯大爆炸, 当地媒体报道说, 上月15日晚西点半左右, 一颗巨大的流星, 划过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埃弗基亚地区上空, 有目击者看到, 这颗流星像一个巨大的闪光球, 有远及近, 颜色从最初的绿色, 变成黄色再变成橙色, 最后坠落, 当时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空气, 好像瞬间都变热了, 俄罗斯科学家说, 根据观测, 这颗流星在坠落前解体成两半, 其中一半穿过1.2米厚的积雪, 又砸穿一米厚的冰层, 坠入通古斯冰河, 具体位置已经锁定, 距离111年前的通古斯大爆炸地点, 仅几百英里远, 隐石在通古斯河上砸出的冰洞, 目前, 有关专家已经前往当地, 准备将坠落河底的隐石打捞上来, 芬兰西项研究所也派出专家, 勘域俄罗斯方面, 对这一运石坠落的研究工作, 西伯利亚时报报道称, 距离流星坠落地点, 最近的一个名叫乌夏米的村庄, 人口仅有96人, 据村长反映, 流星坠落时, 天空响起一声炸雷, 就像大爆炸, 接住就是耀眼的光芒, 他们感觉到大地在颤动, 院子里的树上的干枯树叶, 都被震落了, 有村民还以为是飞机坠毁了, 还有村民说, 夜空突然变得明亮又温暖, 零下二十多度的气温, 瞬间被暖化了, 就像突然点了个巨型电灯泡, 甚至还有村民, 将这次饮食坠落, 比作是第二次通古斯大爆炸, 通古斯大爆炸烧毁的森林, 1908年6月30日, 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, 靠近通古斯河的森林里, 传来一声爆炸巨响, 爆炸威力相当于2000万吨TNT炸药, 等同于扔了185颗广岛原子弹, 超过2150平方公里内的8000万颗树焚毁倒下, 上万只迅路被烧焦, 方言640公里范围内, 超过30万人, 见证了这一爆炸时刻, 但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, 也没人受伤, 地面上也没有留下巨大的饮食坑, 直到今天依然是一个谜团。